現在網路上啊流傳了很多啊 就是說怎麼樣防彈的方法 那這很多真的假的 我們其實搞不清楚啊 之前我在網路上看過啊 板藍根 他說他可以抑制病毒去對抗 武漢肺炎 真的有這個說法啊 他是新的 他已經演化很成功 他變異很成功 他自己板藍根的一個抗病毒抗拒 所以他一個效果不是很大 網路還有流傳啊 假如說紅茶跟普爾茶裡面 會有茶黃素 他可以對抗武漢病毒增強免疫力 這是真的還假的啊 我們就講對抗武漢病毒 跟增強免疫力 其實他還是有一點點的 不能畫上等號 我們應該說 紅茶裡有茶黃素對不對 茶黃酸茶和素 他本來就是在 提升免疫系統 增加我們細胞的溫度感 實在增加溫度感就是 我們不是講發燒哦 倘若你泡溫權把身體體溫提高 然後你喝了紅茶 不能是綠茶 綠茶是冷的 是苦寒的 你喝了紅茶 把身體體溫略升高 其實體溫略升到一度 其實你的抗病力和提升免疫力 會升到三倍 我們可以吃大蒜 或是喝大蒜水 就說大蒜它有抗菌的效果啊 武漢撤僑的印度人都是陰性 所以這幾天瘋狂的 大家在瘋狂的吃 薑黃咖哩 跟蒜頭一曲同動的效果 台灣的大蒜的蒜辣素 特別濃度特別高 就蒜素特別高 那常吃新香料 像蒜 蔥 韭菜 洋蔥 還有薑 咖哩的病人 其他的免疫系統也比較好 包括皮膚也比較好 所以其實對於如果常吃的人 他其實當然是 細胞黏膜的免疫系統 修復全身的機能強壯 還包括他會升溫 薑薑你自己在家 都是怎麼樣來準備 想說要提升免疫力的呢 就均衡飲食啊 吃雞肉 魚肉啊 應該這樣就可以了吧 蛋白質會增加你的細胞修復性 如果老人家可以多吃些雞湯肉湯 如果你生病的增長免疫系統的話 其實蛋白質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除了碳白質之外 我們比較建議是大量的綠葉蔬菜 因為綠葉蔬菜裡面 不管是B群或是C 或是微量元素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大量的綠葉蔬菜 會是比比較沒有顏色 像大白菜 白蘿蔔來的好一點 像要攝取比較多的 維生素C豐富的水果吧 有很多病人 他把它當流感 去大量的吃維他命C片 維他命C片其實 不鼓勵吃太大 劑量太大 單位太高了 他1000以下就可以 因為維他命C片 會增加我們節食的風險 所以我覺得像萱萱一樣 我們大量的吃芭樂 或是大量吃柳丁 橘子其實是相對 是比較安全 且非常有效的方式 有沒有哪一些的中藥材 或者是茶包之類的茶飲 我們可以平常很方便的 在辦公室啊 泡來喝啊 然後我們可以補補生 我今天有幫大家介紹 三種東西就是 第一個是冠重 冠重本身是一種 抗病毒非常好的藥材 然後我配合上 就是現在最紅的金銀花 再加上薄荷葉 薄荷葉對於抗病毒驅風 都是非常有幫助的 我們用這三種食材 每個各5公克 然後我們把它用 沸水悶泡500CC 因為我本身比較燥熱 我就把它塞在 塞在礦泉水裡面 放在冰箱裡 暈抹兩天就可以不用了 中醫啊 就很講究那個穴位 那有按摩哪些穴位 會增強我們的免疫力嗎 我們自己講的一個 是除心肺的問題 彈中穴兩乳中間 兩乳中間 彈中穴跟煙喉部分有 對 滑蓋穴 滑蓋穴到彈中穴 你可以用拳頭來回尋按 讓它比較能疏通 因為這地方 我們的胸腺部分主管 非常多淋巴還有循環 你如果這地方疏通了 其實整個氣也不悶了 循環也會快 你的手 第一隻手可以放在頭後面 比方說就像這樣子 像嗎 就像整住 對 然後一隻手往前 你利用我們的一個擴背肌 擴背肌在肩甲骨上面 利用它 不能聳肩喔 就往後拉扯 手要伸直 往後拉扯不要彎 去用擴背肌去拉開你的 彈中滑蓋穴 再連續做個十下之後 我們再換手去做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擴充保養 以免日後 比方你得了肺炎 或是不小心感冒流感了 的心肺功能會下降太多 影響到治癒痊癒率 今天的 videotour 感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